考试前的觉察 同学们等一下就要考试了 老师要告诉你们靠出好成绩的三个秘诀 第一个秘诀是稳定情绪 现在慢慢地坐下来 把腰挺直 想象脊椎成一直线 收下巴 把眼睛闭起来 或睁开一点点 和此时此刻的自己在一起 把注意力拉回到自己的身体里 好好观察现在的自己 感受一下此刻的心情 有没有一点担心害怕 如果有 没关系 那很正常 允许自己可以担心害怕 担心害怕没有对错 它是一种紧绷的状态 观察自己的紧绷 看到它 看着它 不要逃避它 也不要黏着它 加强它 就只是看着它 一直看着它 看着它 让这种紧绷 让这种紧绷 自由地 呈现 要试图把紧绷 消除 如果紧绷 要一直 留着 那么不要赶它走 如果它要走 也不要留它 让紧绷 自由地来 自由地留 自由地走 就这样一直陪着它 看着它 慢慢轻松地 看着它 慢慢轻松地 看着它 慢慢轻松地 看着紧张的自己 没有关系 紧张是紧张 你是你 第二个秘诀 是考试时的觉察 考试时 把注意力放在笔上 注意笔所指的题目 把题目看清楚 从头到尾都注意 指与笔摩擦的感觉 第三个是考试后的觉察 写完考卷 闭眼一分钟 再回来检查 祝大家考试顺利 拿高分 靠写 好 咱们 看看 结合